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成人的鞋子脚长那么大体型 然后我们俩是出生一个小时之后 医院就给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当时我们出生的时候也花了很多钱 因为早产儿他需要在保温箱里待嘛 当时我们俩是在保温箱里待了半个月 就是在保温箱里的费用是 一个人是500多吧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是1000多块钱 就是说拼尽全力地救我们俩吧 医生就是十天以后又下达了一次病危通知书 就是说你做好心理准备吧 然后我们会尽力地抢救的 但是我做父母的都是想 就是说尽力地去救自己的孩子 然后我们想就在保温箱里无时无刻地 就是稍有不顺的话我们俩就会停止呼吸 也就是说你跟你姐姐都进了保温箱 对 不是你 就最开始是你们两人都病危 对 是吧 我都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 检查的结果是血二脑瘫 你姐姐一切正常 对 那双胞胎的命运怎么这么不一样 这也许是命运自有安排吧 这个身体是这样的 父母又饱含愧疚 反正你们都要得照顾我 就我一个人这样 但你为什么要那么好强 可能是性格问题吧 我从小就非常的要强 这随谁啊 我也不知道 就是小时候其实 我也是非常像我一样 和别人一样能跑能跳 但是可能别人看似 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对我来说就是奢望 你是不是曾经把你的目标 就定做像你姐姐 对 我只要像她一样就行 对 当时也是那个小 我最后一次手术的时候 你做了几次手术 我大大小小做了五次手术 做了哪些地方 就是胳膊 头 然后腰 腿 还有这个腿的腿 这个 这块 几乎是 都做变了吧 几乎是全身能动的地方 我都动了 我再也找不到地方开刀了 你上学了吗 上了 我一直从小学到 就是初中 我一共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 在这九年里 一直是我姐姐 就带我去上学 因为我身体不行嘛 就是说每天要五点钟起床 然后爸妈帮我穿好衣服 然后送我姐姐去上学 但是在学校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上厕所 在这在别人看来可能是 就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这个就可能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但对我来说就是一件难题 所以我在学校里根本就不敢喝水 为了解决这个困扰 我就是基本上不喝水 因为我一开始也是口齿不清的 然后我姐姐就是 就是说会说话的时候 就是我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 现在你说的很流利嘛 那个时候说话很不清楚 就是单字单字的崩 对 说话也不清 当时我就说 带他医院一边治疗吧 一边纠正他发音 对 就是反正也吃了很多的苦 我总感觉到是我对不起孩子 对 如果你是只有一个的话 虽然有愧疚之心 但还不会有这么强力 对 这越是有对比你越强力 我们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你跟你姐姐长得一模一样 我们是异卵 异卵 长得不一样 长得很像 但是不一样 不一样 那学习这个语言是谁教啊 是我 就是 我从医院咨询了以后 就是说一边康复训练 一边让他坚持 就是按那个普通话的拼音 让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发 就这那些口腔的发音 生母为韵母 就一个字一个胶 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胶 就是说一个词 可以反复很多遍的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一个生物可以练一天 你老是说学的累不累 很累 就是 你没必要说那么标准嘛 你又不做主持人 反正就总结束 我姐姐就是为什么 她跟正常人 我就心里从小都有一个目标 别人可以 我也一定行 为什么我要比别人差呢 她很要强 小的时候做手术 受那么大的罪 就是说从那个 手术室里推出来的时候 就是说 醒了的时候 我问她疼不疼 当时脸都变严死了 就是闭着眼睛 摇头说不疼 你的最高学历是 我现在考取了大连理工 大学的韩寿学位 虽然我觉得 我就是说 山寿 通过现在 就是说 网络也发达了 朋友也一直劝我 我姐姐也一直劝我 你不能再这样颓废下去了 说 你身体残疾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就是 你要身残至肩 你要是说身心在废的话 你这个人就真是废了 所以他们就提醒我 你一定要继续地 就是充实你自己 就是去学习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报了这个学位 我今年就要毕业了 那其余的时间 你会做点其他的事 挣点钱吗 我现在是帮人建制设计 你 对 设计啥 就是设计一些卡通图片什么的 就是说也 给父母减轻一些负担 你会手绘 也有 但是我 手还行 手比较灵活 我是说他能手绘吗 会美术吗 这个电子的还可以 但是我画画不太好看 我从不上学了以后 我就是老想着挣钱 给家里就是减轻一些负担 所以 你更想为自己筹起手术费 对 这是我的第一大目标 因为我们 东营是油城嘛 就是说 这个成品油 物流交易 非常不错的 就是说我可以做些中介 就是说给车主 或者是货主之间 就搭建一个平台 就是说我在中间抽取一个手续费 就是我下一步的目标 他心可以野着了 他想法也跟人比不一样 你心比你姐姐野吗 他写野啊 还做了一次 就是说让我接受不了的事 就是遗体捐献 那个时候 我就直接受不了 他就有这个想法 他想出的 想出一出是一出 干嘛要签这个 这个说起来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做了这么多年手术了 也做了这么多次了 从头到脚就是都做变了 但是我做手术的时候 我就感触很深的就是 比我小的也好 比我大的也好 他们都在 就是心情很郁闷 残疾的痛苦 真不扎在自己身上 永远不知道有多疼 就是说我想让他们 就是说 早热工看了脑汤 玩疾吧 假如说 要像你姐姐那样 你还得做一百次手术 你能坚持到底吗 可以 那就是千刀万剐呀 只要能好 只要一个人活得有意义 我觉得这个人活得就有尊严 生命我不管长短 只要有意义 有价值 活出自己的价值就可以了 你姐呢 我姐现在在上大学 你姐姐来了吧 来哦 来看看长得有多像 掌声又请姐姐 长得一点都不像 一软上胞胎 她可能是多次做手术吧 影响了 妹妹从小到大 一直以来受到你的帮助 同时呢 对于家庭来说 她可能会认为自己是一个负担 所以她才一直很努力 你作为姐姐 作为跟她同时 出生的异母同胞 你对这个妹妹最大的感情是深 就是 我觉得不同的可能是我们两个 比普通的姐妹经历的要多一点嘛 因为毕竟 可能因为她的这种身体条件 可能我们从小 不管是上学也好 就是什么也好 就是经历的事情比较多 所以说可能感情也比较深 对 你每次在学校扶着她 上台阶也好 上厕所也好 你觉得你是在扶着一个妹妹 扶着一个残疾人 还是扶着一个 你内心敬佩的人 现在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内心敬佩的人 我去买两条围巾回来 比如说一个粉色一个白色 别的颜色的可能就会先让她选 我当时可能就觉得 就很不公平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想过 在有些时候当遇到不 也你也遇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比如说妈妈会偏爱她 对吧 比如说你你不得不让着她 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想法 干脆你等脑才算了 你反而能获得一份宠爱 你有没有这样想的 小时候会这样想的 现在呢 现在不会 今天的心愿是你的心愿吧 上前一步说是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帮我姐姐买一台单反相机 好 谢谢 来 请回 要买单反相机 姐姐喜欢拍摄影 是因为她专业需要 看到你们啊 就是那个 刚才母亲上了台的时候 一直 这个参数着自己的 女儿 一直担心 我一直观察 一直搁腿去顶着她这个女儿 后身 甚怕再把女儿折坏了 因为我也是搞 传媒的 也是搞这个摄影的 我不建议啊 上来的时候用那个 这么好的 因为现在 但是你在学的期间 所以说 我代表我们中国式环玉术 赞助你一个 两千元的红包 去 帮助你 实际你这小小的梦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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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妹妹 我在你的眼神当中 我独到了你的欲望 你的坚强 还有你其实内心中 有大爱的情怀在里面 只是你恨你自己的身体 不能满足你的大爱 所以我 其实很想帮助你 我也代表我们 五居武术团队 向您捐赠两千元 好吗 我希望有一天 今天我在你的眼神当中 独到的是 欲望 坚强 大爱 还有自卑 我希望通过时间的退役 我们一次次 手术之后 我们不仅身体得到肺腹 我们的心灵 可以得到更多的关爱 和更多的把关爱 奉献给这个社会 好吗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眼神 更柔美一点 好不好 谢谢 好吗 谢谢 可能你是 真的特别适合创业 但是我不觉得 你今天的这个愿望 我觉得有点问题 我不觉得你应该 给你的妹妹去买 这么一个 当发相机 姐姐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应该为自己考虑 你哪怕是今天你说 我要动一个手术 或者要干一个什么 我都会全力去支持你 因为我是熊九集团的创始人 我们旗下有个平台 叫熊商网 是专注于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的 就是专门帮人家 教人家创业的 这么一个平台 所以说我倒是 愿意去支持你 和资助你去说 怎么去创业 怎么样让自己的内心 真正的坚强起来 而不是说在嘴上说 我要比你强 我要比你强 而是用我们的实际行动 去征服你身边的 所有的人 我不比他们差 所以说我 我愿意给你一些 创业上面的支持好不好 其实我看到他这个姐妹俩 我就想起我那邻居 那邻居生俩儿子 那双胞胎儿子 其中有一个男孩 就是脑瘫 但是他的敬意 跟你们完全不一样 那个爸爸领着 那个健康的走了 跟他离婚了 就剩下这个母亲 带着这个脑瘫的孩子 就是这么一比较 你觉得你更幸福 所以我们梅尔木集团 帮你实现你的 小小的愿望 我们愿意资助一千块钱的 来帮你实现一个 小小的相机的愿望 看到你要想起了 我的两个女儿 如果说一个人温和一点的话 他的幸福感会很高 所以说我希望 妹妹的路走得更长一点 无论是你的事业 还是你的幸福感上 所以说在你目前的基础上呢 再柔和一点就更好了 谢谢老师的建议 关于你的梦想 我想代表六人游定制旅行 给你封一个两千元的红包 刚刚好能满足你的小的愿望 我觉得既然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们节目就叫幸福来敲门 我希望你能获得小小的幸福 谢谢